在肯尼亚,由于人口和动物数量都在不断增长,人与动物之间为了争夺资源,市场爆发冲突。 在肯尼亚赤道县附近,有一个诡异的小村庄,人们纷纷逃离了家园,因为他们的农田已经被大象所侵占,有时候他们偷溜回家里检查一下财产的状况,但也没有什么可检查的,因为大部分物品都被带走了。 丹尼亚加圣达就是这个村庄的居民之一,大象把他们的农田当成了餐桌,丹尼亚对于这种事情非常恐惧,那些传统的用来预防大象入侵的办法一点也不起作用,丹尼亚向我们掩饰了他们是如何来赶跑大象的。 肯尼亚以动物旅游和动物保护为骄傲,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事件是一个非常负面的影响。 肯尼亚政府在努力改变这种现状,为了将人与动物分隔开来,相关部门设立了一个叫做阿伯德尔保护区的项目,这是一个用电网围起来的森林保护区,面积大约是400平方公里。 动物们总是在夜间发动袭击,吃掉庄稼,而人类为了报复动物的攻击行为,往往对它们大开杀戒,甚至吃掉它们。 虽然这个项目组的人在努力把人类与动物分隔开来,但是由于资源十分有限,人与动物的冲突在所难免。 对肯尼亚来说,这样的预留地非常少,在大部分地区,人类与动物争地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。 这个课字课定凭,还得了兰之凯,有 logarithmicят语课程 wir需要我的开放üş。